我來吃吃看它裡面的唯一的丸類 你的蟹肉捲給祖父吃 那我給你吃 我的唯一是蟹肉捲就給你 好心耶 不要這樣子 節種一點 一人一半 甘真真不爽 OK 各位 我們現在呢 人就在台中 那是在台中鳳凰酒店裡面 那今天其實我們是臨時起義 有下在台中嘛 那我發了一個限動呢 就是這樣 台中我們來了 很簡單 必吃的餐廳推薦 那今天呢 我就決定 我們來玩一點不一樣的 好不好 那感謝很多人喔 給我們很多的這個回覆 所以呢 我們會在大家回覆的這裡面呢 我會評估一下就是 店家的距離 面對現實 我訂不訂得到胃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真的推薦我烏馬 但是我剛剛 其實有稍微看了一下 烏馬要吃 只能到晚上12點以後 因為今天是禮拜六 所以 很難吃得到 那烏馬我們之前有吃過 只是沒有拍影片 所以我們就覺得 欸我們來吃點新的 吃點不一樣 然後還有一個人跟我說 假慶祭 嗯 慶祭烤鴨 呵呵呵呵 是嗎 呵呵呵 你以為我不知道 你在說什麼 哦 那最後呢 在這裡面喔 依照距離 應該要戴這一口 感覺快快掉的臭小小子 他不睡覺 所以我們現在很挫 我本來是想說睡覺睡醒 八點 剛好就可以去吃 dude 吃飯 所以我們決定等一下要搭電車去到清景澤 好久沒有吃火鍋了 我們真的沒有吃過清景澤 但清景澤我們很早就有耳聞這一間火鍋店 在台中很厲害 希望你的推薦有被我選上 Judy還有Chili 這兩位有提到清景澤 好 希望你的答案有被我們選到 那我們就出發 Let's go 很聰明耶 他們自己帶會耶 這個也太酷了吧 好 你說謝謝Cat 謝謝Cat 沒錯 好的 我不得不說 用機器毛帶回這件事情有炫 小朋友也會覺得很有趣 大家可以去看另外一支開箱飯店的影片 他其實已經玩一整天了 但是他下午就死不睡 然後現在開始鬧脾氣 一場硬仗正要開始 那清景澤的部分呢 這就是他們的菜單 好啦 那個小時候麻煩幫我上菜單 好 那他有一些什麼 魷魚蒜香豚骨鍋啦 和風燒鍋啦 韓式大醬泡菜鍋 孜然麻辣鍋 四川麻辣鍋 壽喜燒 泰式風味 等等喔 就是有很多很多 它是一個人一鍋為主 好 那我們先點菜 因為現在話 我們等一下還要去結帳 那我先點菜 我給你這個就是他們的醬料區喔 然後醬料區這邊 還有品用水 還有紅茶 OMG 各位 你看一下 餐廳大就算了 中間還有這個水池 你往外面看喔 這個水池真的有夠大的 如果我是在台北的話 這麼大一塊拿來放水池 這翻桌率很危險吧 然後更屌的是什麼 它有樓上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樓梯 你看看這就是旋轉樓梯走上去 好 我們已經點完餐了 我們就回去準備等吃飯 Let's go 好的 那清景澤呢 基本上他們比較招牌的有兩個 一個是他們的和風燒鍋 就是默默點的 另外一個就是壽喜燒鍋 那我們就點了兩個大家最推薦的招牌鍋來吃 OK 這個就是它的黑豚乳肉飯 我是把我的白飯呢加價然後換掉 換成這個黑豚乳肉飯 吃吃看 它那個豬油很香 帶一點點甜甜的口感 好吃 這乳肉飯我自己應該可以剋掉兩三碗 基本上也是一樣啦 個人鍋都是這樣 就是兩邊呢 各有一盤這個菜盤 它的菜盤感覺起來 加工類的東西比較少一點點 大部分還是以青菜啦 金針菇 玉米 洋蔥啊 木耳啊 這類型的佐料為主 但是它沒有什麼貢丸 魚腳蝦腳這些 比較常見的選項 但單點有 就是它的菜盤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呢 你會比較喜歡原生食物多一點 還是這些 苦鍋佐料多一點 在下面留言 我來吃吃看它裡面的唯一的丸類 然後你們看一下這裡面 滿滿的起司 它這個丸子裡面的起司是很香的 你的菜盤跟我不一樣 它有分啊 嗯 這碗是花枝之類的 這一點我還蠻喜歡的 每一個的菜盤都會略有不同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好 不一樣的驚喜 我覺得這一點是有加分的 某某最不喜歡的 咕咕 香菇耶 太香菇了 你的蟹肉捲給顧顧吃 那我給你吃 一個人一人一半 甘真吃不爽 哦 來了來了來了 啊 鴨血客 嗯 這個是熟食嗎 對 直接可以開客 那我們來看看默默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還好有滷味有夠味 壓起來蠻好吃的 不要說為什麼默默每次都沒有反應 你們真的 我們剪輯師小宋 當默默真的蒙點頭的時候 那個東西一定爸好吃對不對 不是我們把它剪掉 然後但是他說 還行的 就是真的是OK的 他不講話 啊這個東西就Fucked up 你懂嗎 就是大概是這個狀況 那看一下這個豆腐 我覺得它的豆腐吃起來比較像很軟的豆干 我覺得口感還不錯 我是喜歡的 OK 所以過來就來吃吃看 鴨血 好吃的 一把它咬開的瞬間 它滷的味道通通藏在裡面 瞬間全部爆出來 OMG 這個有點強耶 這樣子就是一個單份 它的量呢 我覺得算是剛剛好 如果以它的價位 一鍋大概四五百塊 來這樣子的肉量 我覺得是剛剛好 我也不會覺得它特別多 或者是有比較少 我們今天呢 是沒有用任何醬料 我們都吃原味 我受起燒應該還好 主要是默默 默默沒有用醬料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問問看它 就是不用醬料的夠不夠鹹 嗚 嗚 一進嘴巴裡面吃的出來 這個牛肉是還算不錯的 然後它的那個肉質 是彈Q的 默默點的是雪 是時候讓老公表現的少人 我決定要把我珍貴的肉肉 給到我特派的女后 你煮肉肉給他吃 我煮肉肉給你吃 我自己會煮謝謝 好燙 好燙 然後各位 我又點了一碗 但是這一次點的是豬油拌飯 這個豬油拌飯 我覺得不行 吃吃看喔 不錯 吐沙有吐乾淨 這過來就是他們的招牌喔 蝦滑 它的口感有很多種感覺 我覺得它是香的 還不錯吃 它的底韻就是有一點那種 胡椒香 這樣 它整個口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很看人吃 好的 那我們已經全素吃完了 今天的這個 網友決定我們晚餐吃什麼的 我覺得蠻有趣的 去體驗大部分在地人或去過吃過的人 給我們的建議 我們就實際的去給他拍拍看 吃吃看這樣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樣子的企劃 如果我覺得這樣子的企劃還蠻好玩的 那大家記得要去追蹤我們來IG喔 之後呢 如果我們有要出發的時候 我有可能直接發在限動 然後當天你們的答案呢 就會決定我們晚餐吃什麼的 那今天呢 其實統計的數字最高的 是烏馬燒肉 茶六 這兩個是最高的 再過來才是清景者 可是為什麼沒有去吃那兩家 聽不到啦 所以我們就來到了第三名的清景者 我不是說清景者好定 現在我們吃晚餐的時間 是9點13分 我們是8點才排到才來吃的 所以這一間也是很難訂的 OK好的 那我們今天吃的價格喔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雪花牛肉和風燒鍋 480 我的雙醬牛肉壽喜燒鍋 435 我的白飯換成黑豚滷肉飯的話是18塊 然後單點一個戰棋烏龍麵 20塊 滷石雙拼 就是我們剛剛大推的那個 麻鴨鞋的那個 95塊 喔這個我覺得很划算 嚴選蛤蜊109塊 最後呢 手工花枝蝦漿 88塊 我們今天的總共的價格呢 是1245元 我覺得這樣子一餐吃下來 還是非常滿意的 你覺得這個價格 跟貓富家的用餐 你再加上我自己吃的餐品 可以 4分吧 你給4分是滿高的嗎 我應該也是可以給到4分 好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系列很好玩的話 讓大家可以一起參與 這個頻道的一些影片企劃 我覺得這也是很棒的一個 還滿有趣的一個經驗喔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互動型飲品 就是讓你們決定我們做些什麼事情 或吃些什麼東西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幫我們按讚讓我知道 那記得呢 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給你身邊 還沒有吃過清景澤的朋友 我想我們也是第一次吃 所以我們的感受跟感覺 可能對他們會有一些幫助 好 最後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Facebook 開啓還有陌生褲 不叫好無端 可是通通把他訂閱起來 敲敲小鈴 今年我們要10萬訂閱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如果妳要喝 如果妳要喝蘋果醋 嘴巴閉起來 不用像魚一樣嘴巴張開好不好 再捏一點魚 好喝嗎 好喝喔